這裡是香港電台 由本台和三輪法相 西佛佛學班同學會合辦的空中結縣 是由業民意居士主持 王南思介紹 吳飯群編導 鄧慧嫻監製 現在開始播春 各位聽眾 又是大家空中結縣的時間了 在我們今天的節目中 首先會有業民意居士主持的佛經講座 今天各位聽眾 留意一下佛經講座 由今次開始 我們會有一個有掌問答遊戲 我們的問題就是 以佛經講座的內容向各位發問 所以稍後要特別留意一下 接著會有一個劇化故事 最後回答覆各位聽眾的問題 現在請您收聽 由業民意居士主持的佛經講座之 四大階空 各位聽眾 今天佛經講座的題目是 四大階空 一般人對於四大 總是會想到 酒色財氣四樣的 他們以為 酒色財氣都是不徹底 而對人是有害處的 當享受完消失之後 都是好像過眼雲煙 所以他們就說 那就是空 但是根據佛教所說 四大階空 根本就不是這樣的意義 佛教所說四大 就是地、水、火、風 空 這四樣呢 為什麼叫它大呢 因為這四樣 它是很主要的 而有廣大的範疇 即是一切的元素 能夠做作 又能夠生起一切的識法 那就是叫它做大了 為什麼又叫做空呢 這個空字就是說 不實在、不永恆 這樣的意義的 它說能夠產生了一切的識法呢 這種只是譬如而已 現在分別來解釋一下 第一 地大 以堅勝為意義的 高山、平地、非潛洞直、流房屋雨 所有的固體都屬於地大這一種種類 第二是水大 以濕勝為主 所有海、河、江、溪水等等的液體呢 都屬於水大的範圍 第三是火大 以暖勝為意義的 陽光是充滿了熱能 是屬於火大了 第四是風大 風大以動性為意義的 當空氣流動成風 這一陣就是叫做風大了 而這四者 都是以造作一切的釋法為意義的 若果用四大 在人的身體來做譬喻 也都可以這樣說 全身的骨骼、肌肉、毛、頭髮、指甲、牙齒 都是屬於固體 是堅勝的 這就是地大 全身的血液 水分、汗、淋巴液、尿素等等 都是屬於液體 是濕性的 就叫做水大 而身體的體溫 是暖性的 就叫做火大 呼吸屬於流動的 是風大 當肩、濕、暖動 這內四大 就是形成身體主要的元素 肩、濕、暖動的外四大 也是世間物理的基本因素 四大調合了 和諧地來分配完成了 就不論萬物也好 或身體也好 都會欣欣向榮 根基穩固 但是如果四大失調 一切的物象就會分散 或者歸於有缺陷 當物理現象是這樣 生理的現象也是這樣 所以佛教徒叫病人 說是四大為和的 佛教所說的四大 不是單止根本的元素來的 只是說物態的現象 是不實在 中原各樣的因緣 一旦和合 形成了物狀 但是也都不會永恆存在的 當中原消散了 物體的形態就會消失 譬如我們說一棵植物 它是需要泥土來維護它的根部 令到它的滋坑葉吸收了水分 又有光合作用 那麼這棵植物才會好受牟地生長 如果泥土、空氣、陽光、水分一旦消失了 這棵植物就會枯毀 而至死亡 其它各樣事物也是這樣的 所以四大只是座源 而不是根本的法則意義 現在解了四大之後 那麼為什麼又會說四大皆空呢? 要明白這句術語的意義 就應該了解空字的含義 空字不是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消滅了 佛家解的空字只是說不實在 不堅固、不永恆 因為當四大所成的生命 以及物體都是靠眾元和合 因此萬物的生滅、盛衰、興亡、來去、聚散等等 都不是全部由自己主宰的 是需要很多的條件去配合、去和諧 事實上,世間任何一切都不會永恆具體存在 在事物來說 在事物來說 就說有成、住、壞、空四個階段 不論多巨大的事物也好 多長遠的時空也是這樣 在個人的生命來說 也有生、老、病、死的過程 在這些情況之下 佛陀用他的智慧說出 國土危趣、人命無常 這八個字 以上就是四大皆空的佛家意義 但是佛教如果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國土危趣、人命無常、四大皆空 這些是實在的情況 事實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只有對人更加消極、更加打擊 佛陀是以慈悲濟勢為懷的 他這樣說 是不是另外有他的意義呢? 是的 佛這樣提出來說 只是警惕世人 令到大家有了警覺性 提西向上 他提出萬物和生命都是不實在、不堅固 只是叫我們趁現在生命還是好、健康 以後自己能夠找其他助緣 做好自己生命積極向上、努力、收集各樣的腹位 令到自己能夠同眾生結緣 一方便在內心有好的修養 能夠盜自己、盜他人、利己、利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人生才有積極的意義 如果等待了一切都是空直之後 再來回頭 恐怕已經是來不及了 因此佛經常教人就是把握時機的 好好地來努力 所謂此生不向今生道 更向何生道此生 這些就是四大皆空跟著要補充的意義 各位 今天佛經講座到此為止 各位聽眾 相信你也聽過葉文爾居士的佛經講座四大皆空 由空中結緣由這次開始 舉辦一個有獎問答遊戲 問答是以每次的講座為題 而我們會抽出三位得獎的聽眾 可以得到10月9日在新世界酒店舉行 空中結緣游藝大會的餐券兩章 我現在就開始問問題了 各位要留心聽著 今天的問題就是問 佛教所講的四大皆空 那個空字是甚麼意思? A. 甚麼都沒有 B. 不實在 C. 虛無 我現在跟大家重複一次 我現在只要將答案寫來 九龍中央由商70200號 空中結緣節目收 答案將會在8月7日星期日 第五台節目中播出 而在第一台方面 就會在8月13日星期六揭曉 請各位聽眾留意 以下請你們收聽我們今天的劇化故事 《惡魔頭》 救命呀… 豈有此理, 你們小民真是好膽 竟然在皇宮面前敷冤 師衛官,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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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報告上來, 我在這裡吵圈包圍 師衛官, 我們被人追斬了 被這個瘋人追斬了 他發瘋了, 竟然就斬… 看你的樣子, 我說你瘋了 一大堆人聚集在這裡 這樣怎麼行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韻兒 管國人, 我做生意的 那好吧, 你跟我進來報告給我知道 是 其餘的人退出, 在外面等候 是, 跟我進去余花園 是… 你安靜點, 被丘就在那邊受供養 你不要騷擾他們 是… 現在你慢慢說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鎮定點 師… 師衛長, 我們那區有個瘋人 他發神經般, 殘忍到極 他真是把大刀, 瘋人就慘了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瘋了 還是有其他事故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前幾天, 我聽到別人說的 說有個瘋人到處找人閘 我正在留意 你怎麼知道今早… 今早怎麼樣 今早你早, 我剛剛起床 我明天門口有人一邊叫一邊走過 叫救命 我不知道做甚麼了, 我就想去幫幫他 對呀, 我就出去看看 對呀, 你去幫幫忙很適合 那你看到甚麼 我看到… 我看到有個人摸在地上 整身都是血 他舉起手, 又是血 是否那個人的手拿到血 不是呀, 師衛長, 原來是… 是甚麼呀? 你看見甚麼 你不用怕, 慢慢說 我…我看到那個… 那個人的手 他…少了那隻中指 還有周圍都是血 很令人害怕 我?原來手指都被人斬了 是呀… 那他被人斬了那些手指 那你見不見到那個兇手 有呀, 我…我…我見到他 又見到嗎? 那就行了 我問你, 那個兇手的樣貌是怎樣的 他…他…他… 你不用怕, 慢慢說吧 好了… 坐下慢慢說 坐下吧 師… 師… 遺長, 他…他…他很可怕 兇神惡殺就不再說了 只是他的頭而已 他的頭… 嘿呀… 你鎮定點呀 兇手的頭怎樣呀? 三頭六臂呀? 不是三頭六臂 是很多手指呀, 血淋淋的 甚麼呀? 有很多手指? 是呀… 有血淋淋的? 喂, 你看真的嗎? 我看真的 這件事是這樣的 我當時就見到那個人 沒有了種子之後 我雖然很害怕 但是依然很鎮定 那時候就適合天亮了一陣 很少人走, 到處都很靜 連風吹我都聽到 那些樹葉就傻傻傻 大叔, 你幹甚麼? 你甚麼, 你滿身都是血的 還沒有手指?你幹甚麼? 你幹甚麼? 我…我遇到… 遇到妖…妖怪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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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他怎樣的? 他…他…他很…他…他… 是要吊吊的 你不是說 門頭掛著一堆東西吊吊的 那些是甚麼 手指… 手指?門頭都是手指 來了…妖怪… 手指… 救命… 我沒准手指…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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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跑…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好… 大爺,你休息吧 你還好… 救… 救…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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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早見到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是呀,市衛長 就是這樣了 對了,你剛才說那個妖怪滿頭掛著的是甚麼? 手指… 手指… 這個兇手很狼毒,很凶險 殺了人,還把人的手指斬了下來 穿成一泉一泉,掛在頭上 是呀,市衛長 艾蓋的情形就是這樣 好,我會把你的報告記錄下來 情報給將軍,派公差出去追捕妖怪 是呀,市衛長,這樣就好了 各位庇佑,大家都聽到尹妍的報告了 聽到 尹妍,那你知不知道這個惡人現在在哪裡? 佛陀,現在那個惡魔在哪裡? 我就不清楚了 不過大約都是在附近的 那些人說他有個鬥在那裡 那你可不可以帶我去找他呢? 佛陀,你要去找惡魔,是嗎? 是,我要去導化他 佛陀,雖然你很慈悲 以普渡眾生為無敵 但這個是惡魔來的 他殺人不斬眼,行為猖狂 心底又癲又創的 他怎麼會聽你說的話呢? 尹妍,他惡極都是人來的 我一定要去導化他 佛陀,惡魔都惡得沒有人性的 他說要殺他母親 你怎麼知道這個惡人要殺他母親呢? 先兩天我見到惡魔的時候 他狂笑,說要找他母親的手指 如果是這樣,我就更加要去導化他 父母是最神聖的人 因為他們不只把人的生命帶來世上 同時還養育他們成人 如果有這麼大的功勞 佛陀,還要殺害 就真是畜生都不如 有五無間罪 他犯了一份 佛陀,我沒有犯了這樣的罪過 如果有痛苦報應 都是抵他的 他會自作自受的 佛陀,人有過失 我是應該指導他 鼓勵他 令他得到身生 得到救助 佛陀是不會放棄救渡眾生的機會的 佛陀,你這樣關懷眾生 真是令人感動 好,我一定盡我所能 帶佛陀去找那個惡魔 那你現在帶我去 我要在他殺害他母親之前趕到去 好,佛陀,我帶你去 經過這個樹林 就是他母親的家 佛陀,前面那間屋子就是他母親住的了 佛陀,走了這麼久 不如我們坐下 休息一會兒再走過去,好嗎 好,我們先坐下 救命呀,佛陀 佛陀,你聽到嗎? 噩餓 噩餓 惡人追著他母親,追到出來 不要呀,佛 你不要撞我了,我是你的娘 你撞娘真是很大罪的,佛 你要幫我嗎? 給你條命過我 那我就可以上天堂,享受天福 不要呀,佛陀 濟殺娘親都有 你,阿佛 救命呀,救命呀 放下把刀 你… 救命呀 沙門 救命呀 你是誰 你這麼大膽阻礙我做事 沙門,你救我呀,救命呀 阿芳,放開手,不要抓住你母親 放開手 放開手,甚麼是放開手 阿芳,你居然敢命令我,我殺死你 幸好砍到九幕 阿芳,我是佛陀 你不用這麼暴躁 我想跟你聊一下 我不管你是誰 你好冷開,不要妨礙我做功德 阿芳,為甚麼你要殺你母親呢? 阿芳,你剛才不是說你要上天堂嗎? 阿芳,我當然要上天堂了 阿芳,好呀,難得你關心我 阿芳,我的刀要殺人 阿芳,我的刀要殺到一千人 可以上天堂做神仙 這樣也不用殺自己的母親 殺了我母親,這件事是最難得的 殺個母親就可以令我 有這麼快,得這麼快享受天堂的快樂 那你又知不知道 孝敬母親才是值得做的事? 如果你孝敬母親,令母親快樂 就可以令你更容易享受天堂的快樂 我不知道,我不懂得你甚麼道理 阿芳,天堂是幸福快樂的世界 是善幸所歸除 善恩,然後有善果 善恩是廣結善緣,令人有益 這才算是善恩 關我甚麼事? 當然關你的事 為甚麼? 有善恩才可以去天堂享受天福 你殺人,傷害人的生命 斷絕人的功德 流落家人無窮的悲痛 善!他有他事,不關我事 阿芳,跟你有關的 因為他們是被你殺害 痛苦是你給他們 即是你做了惡事,中了惡恩 應該收回惡果才對 惡果?甚麼是惡果? 惡果是現世的痛苦 來世在地獄煎熬 善!你真是夠膽 我說這樣,你真是說那樣 我說上天堂,你跟我說地獄 你是不是想死?我殺 惡妍,等等 惡妍,你不用怕 我沒事的 沙門 你好醜了 要不然我會抓你 佛陀,不如走吧 你…甚麼? 你叫他佛陀? 甚麼你是佛陀? 是,我是佛陀 是呀,他是佛陀 甚麼呀? 佛陀 佛陀 好大功德呀 看看你的樣子 身高,面白 好像好仁慈 整個貴族格局呀 你是佛陀 好有地位,好珍貴 是呀 佛陀很矜貴 是世尊力 世人認為我是三界道士 四生慈父 仁天教主 那我阿方多有福氣 今天遇到佛陀 佛陀,你一條命很有價值 是嗎? 是 佛陀一條命很有價值 佛陀 你以為你一條命值不值得五百人一條命 差不多 差不多 我母親加佛陀 即五百加五百等於一千 佛陀 佛陀,你很慈悲 很肯幫助人 是呀 我很肯幫助人 那就好,那就好 那麻煩你給我一刀斬下去 送一條命給我,好嗎? 好 好 真是好 謝謝佛陀 謝謝佛陀 阿方,不過我有個條件 你先放下你母親 我就被你殺了 喂 你即是想死 是 你先放下你母親 先放下母親 好,行 母親是自己人 慢慢炮製都未知 你怕他跑掉了 好 這樣 坐在那邊 阿方 不要出聲 別這樣做 別這樣做 佛陀 這是你自願的 你應該死得眼閉 看著 佛陀 佛陀 你這麼沒口齒 你答應了我走 你來追我 佛陀 你快走 快走 快走 好 你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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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腳長走快就行了 我一定追到你 我一定追到你 阿方 你慢慢走 不用這麼快 我在這裡等你 等你這麼快 豈有錢 你居居現在耍我 給我捉藥 我一定會捉到你 捉到你 抗制你 斬你的手 我走 你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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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阿方 你終於追到你了 你看看 這裡一個人都沒有 不如你懺悔 改過自身 沒有人笑你的 混帳 一個人都沒有 就拋制你最好了 阿方 回頭是岸 人錯了 可以改過 不要錯下去 你做的是大罪過 殺人 在現世都是國法難搖 來世又受惡報 害人害己 為甚麼你都要做 為甚麼你又要走 為甚麼你又要走 你別走 為甚麼 為甚麼 我追不見你 你追不到 等我 阿方 等我 我廣結善緣 普道眾生 生生世世都是這樣做 我的功德廣大無變 你怎麼會追得到我 追不到你 佛多 你說的是不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 回頭是岸 我殺過幾個人 既然殺了些 不爭就再殺多些 不然就浪費我以前的功夫 你這樣說就錯了 你做了的是過失 過失越少越好 官府的兵 已經在外面等著你 你插翼都難飛的了 你真的不怕我 不怕 我已經度過了貪真癡 解脫生老病死 我無所畏懼 是 佛多 我聽你說 我歸於你 做你弟子 好 阿方 你懺悔改過 心地慈禍 行為良好 這樣你就會得到快樂了 阿方 阿佛 佛多 你明天有些兵馬聲 佛多 我們從那裡有些兵馬聲 那些公差來了 來 他們來抓你 不過你不用怕 我會對大王的保護你 我當你的監護人 好 謝謝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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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往生淨土 但不能辞掃 只能念佛 是否可行呢? 陳從聖君 往生淨土 是這樣的 經文說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恩怨 德生彼閣 善根恩怨就好多 大致上來說 歸衣三寶 修辭五戒 讀大成經 慈心不殺 廣結善緣 慈名念佛 都是修行的範圍 其中慈心不殺 就是養成慈悲 素食亦都是養成慈悲的一種方法 如果你是不能傳掃 可以試試吃齋期 吃十齋日 六齋日 或者初一十五 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殺生 這樣呢 都是很接近的 那這位陳從聖君 跟著他又想問你 眾生皆有佛性 是否包括植物在內呢? 陳從聖君 眾生皆有佛性 佛性就是覺悟的意思 是包括四生 即是胎生 卵生 濕生和化生 就沒有包括植物在內的 那跟著呢 有一位麥女士的來信 她想問一下居士 她說她自己脾氣就不太好 時時教子女的時候就發火 覺得很煩惱 那問你有什麼方法? 麥女士 佛家有一個方法 就是叫做忍辱菠蘿蜜 這個忍字就是忍耐的 凡親忍耐 不論是物質上 感情上 人事上 都是有些苦難在內的 這個肉字就是苦難麻煩 所以當我們忍耐的時候 都是覺得很辛苦的 而你管教兒女呢 根據佛家的方法就說 最好是用慈悲 仁愛來對待她 一方面 你對她們是有 喜無犯的作用的 如果你經常都是發脾氣 那那些弟弟呢 也都會學到你這樣發脾氣了 我相信你是不喜歡呢 你的子女都是好像你那麽大火氣的 而另外一方面 你只是發火 這樣會令到他們呢 只有是怕了你 就產生了一種疏離的作用 所以你最好用忍辱這一種方法來處理 自己細心教導他們 慢慢解釋給他們聽 而你這樣做的時候呢 就要將你的火氣呢 盡量是壓制 當你是不能夠完全這樣做的時候 最好你是念中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來幫助你消滅那些火氣 都是很有功效的 但不過以上兩位聽眾的問題之後呢 今日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不過在這裏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記得參加我們由這次開始的 有掌問答遊戲吧 好 多謝你們的收聽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 好 多謝你 好 多謝你 猶祝套 若我心那种种世上愿 羊羊不苦恼 永远也未挂牵 随缘随人生的方向转 心欢喜不生愿 一切事就让他空中减暖 空出我心那种种世上愿 羊羊不苦恼 永远也未挂牵 随缘随人生的方向转 心欢喜不生愿 一切事就让他空中减暖 心欢喜不生愿